哎,看里边 兄弟们,夜上了,刘儿又来了 凌晨零点,十八番 皎洁的月光下,一山而建的大片鲜红色建筑物呈现眼前 在月光的热身下显得闪蜜而又诡异 这是城郊山间一大片山坡之上的闪蜜建筑物 此处建筑结构复杂,院落相连,院中有院如同迷宫 室内院落间更有地道入口,内部隐隐散发热气 里边会藏着什么呢? 铜铁建筑更是鲜艳的新红色,在月光的薄果下 不觉让人心生畏惧,不敢靠近 此处建筑到底何人所见,为何不满地道入口又为何为鲜红色呢? 快干随里儿的镜头在满月的陪范下,深入内部探个究竟吧 这个房子也不像一帮老北新住的房子呀,对不对啊 哎,这怎么还有一个盒子呢 这怎么还有衣服呢 哎,看这个地方哎 这地方是不是后来给堵上了呀 看这 啥情况呀,这里边好大呀 看这一层一层的,上边还能上去呢 这是什么地方呀 还有个大钢呢 这么深呀 啊,这边是干嘛的 好像是那种地道呀,对不对 哦,这上面之前是不是放了一个缸呀,用这个缸把它给盖下来 就像那个地道站一样 哦呦,这不已经塌了 还有叠花呢 看上面还有一层院子呢,一层一层的 很危险一点,你看 马上一个掉下来了 嗯,这怎么有一个箱子呢 嗯,这怎么有一个箱子呢 哎,这个箱子有点意思哎 嗯,还在四呢 装那个什么的 去这里边看一下,这里边有个什么呀 哎呦,这里边有个大箱子啊 啊,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这什么什么鸟呀 啊,这个鸟也挺漂亮的啊 这还有个字的啊,这是什么字呀 啊,这什么字呀 啊,这什么字呀 嗯,这边两个啊,两个 啊,这个柜子,放衣服的话放不少的 看这儿,这头发嘛,什么头发呀 这里边全是包纸啊,来年的 哎呦,看这儿,上面这个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啊,家伙呢,九一年的包纸啊 哦呦,看一下 有一个小院 这个 哎 看这儿 哦呦,这里边应该也还是个地道的入口 奇怪了,这什么地方呀 怎么感觉不错 你看每个房子里边,每个院子里边都连点地道呢 太奇怪了 坏了,在那迷路了,刚才从哪上来的 这儿呢 太奇怪了 哦,好家伙呀 幸亏反应快点啊 这个怎么又发现那个家伙呢 哎呀,看一下 好家伙呀 幸亏这个头不是很深 如果下山的话看不到一下就掉去了 什么情况 全是洞啊 还有铁魂呢 干什么用的呀 看这儿 太吓人了 幸亏有这个墙倒着 不然这个马上又啊 马上又倒了 哦呦 好家伙呀 太吓人了 看这儿 马上又又倒了 非常危险的 嗯,这个房子有点意思 这边怎么又一个院子呢 哎呀 一个院套着一个院子 这种迷糊了 这边什么呀 好家伙呀 哎,看里边 啊,这什么呀 哦呀 哦,放衣服的 衣柜呀 这两个衣柜 放衣服的话能放很多的 就跟迷宫一样呀 转过来转过去的 直接转一面了 哎呦,看这块 这个院子是老的 有年头了 这啥地方呀 哎 这怎么能伤了去的 什么地方呀 还有一棵歪脖子树呢 我还在天哪 这又一个院子呀 哎呦 哦 什么情况呀 这什么东西呀 是不是放衣服的衣柜呀 这又一个 什么呀 这是啊 这什么东西呀 是不是放衣服的衣柜呀 这个土炕也已经塌了 看这个 哇,这个很连准了啊 哎呀,太奇怪了 本来以为只有那一个红房子 过去看看这个红房子什么情况 没想到装了这么一大圈 全是老房子啊 直接看不完了 这个房子为什么要刷成红色呢 啊 太奇怪了啊 不看了不看了 早点休息啊 早睡早起身体好 再见